中文字幕志愿者 旗山国小准备营养午餐 包括旗山国小730人 供应给临近园团团团120人 另外还有早疗机构25人 校长说只有第一批油炸豆乳机有问题 供应给园团团团团团120人 吃到深感抱歉 那个用色比较深 因为火猴在第一次拿捏的时候 不是很恰当 不是的状态 先做一个致歉 豆乳机为何炸到焦黑 校长说主要是新鲜鸡丁 涂抹豆乳酱油炸 颜色较深的豆乳火猴控制不易 才会炸黑变干 影响到食用品质 是学校的厨房疏师 在下个礼拜三的时候 会做一个加餐的动作 然后做一个补偿 下方经过检讨 要求厨房制作料理 要按照标准流程制作 确实控管温度时间 只是这样的餐点 牛炸明知有问题 却还是送出去 没有及时拦下 学生吃下肚 做家长的恐怕很难接受 赛利处局是田中处住 高雄报导